新台由此 河水迷迷 燕碗之球 取除不鲜 新台是指一座崭新的高台 此原意是指玉石的颜色鲜美 在此是描写这座新台鲜明漂亮的意思 河水迷迷 河在古文里一般都是特指黄河 黄河是中国的主要河流 它的地位非常高 所以在古文中被专称为河 古时候其他的一般的河流就被称之为水 迷迷是指水流渗满的样子 诗歌手句就描写了一座刚建造落成的新台 鲜明别致坐落在黄河边上 硬合着满盛的河水显得极其的美丽 而正是在这座华丽的新台背后 却隐藏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丑恶之事 那问题就来了 这座坐落于黄河边崭新的高台究竟是谁建造的呢 为什么要造它呢 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关于新台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 历来被认为是在讽刺魏宣公 左传中就有关于魏宣公的记载 魏宣公曾为他的儿子吉 从齐国娶妻 娶来的妻子名叫宣江 但是后来魏宣公得知宣江非常貌美 就在他嫁给儿子吉之前 居然自己强行霸占了宣江 如此霸占儿媳的乱伦的行径令人发指 而新台这首诗歌 就是当时魏国的百姓厌恶宣公 卑劣乱伦的行径而做的 新台就是为宣公所建造 目的就是为了霸占儿媳宣江 所以在黄河边就造了这座新台 作为新婚的宫殿 所以诗歌接下来后一句就讽刺说 燕婉之求 瞿除不鲜 燕婉是指柔和美好的意思 瞿除这两个字说文解字里就解为出足喜也 它原来是指粗漏的足喜 因为这种喜字被编织成不能弯曲的形状 所以在此就被引申为一种身体臃肿 而且不能俯身弯腰的疾病 诗人在此就以取除来形容宣公年劳丑陋的样貌 意思就是讲 齐国的女子宣江本以为自己嫁到魏国 是要嫁给一位柔和美好的夫君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却被魏宣公这样丑陋的老公公所霸占了 而诗歌末章则写得更加的生动形象 鱼网之社 红则离之 红字据文艺多的考证是指癞蛤蟆 这一句就是在讲 捕鱼的时候鱼网都已经安置完毕了 本来以为会捕上鲜美的大鱼 结果只是网到了许多令人讨厌的癞蛤蟆 诗歌末句宴晚之求得此弃尸 弃尸也是指蛤蟆的意思 诗人在这里所写到的癞蛤蟆 毫无疑问就是在指代魏宣公 以此来形容他的丑恶之态 这样的隐喻生动贴切 宣江被魏宣公霸占 真可谓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可以说星台这首诗歌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在文学上的极端的对比 美好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 构成了明显的文学戏剧张力 也构成了这首诗歌所独有的艺术色彩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您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